大家好 我是张张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我来预测一下韩国演员朴旭俊的演艺运程 以及宋忠基离婚之后的这个演艺的运程如何 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有一部大火的韩剧 叫做《离太院class》 那么在这部戏里面呢 我认为朴旭俊呢 就是他演艺了一个就是从影以来呢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角色 可以让人热血沸腾 可以让人那个荷尔蒙爆棚 他这个角色呢 是他等了这么多年才等到的一个角色 而且我认为他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艺 虽然呢 虽然他没有像金多美一样 刚刚拿到就是韩国结束的这个 百想艺术大赏奖的最佳新人奖 他没有拿到这个奖 但是朴旭俊的这个朴氏录的这个形象 真的是深入人心 那么我就简单的从他的星座和血型上来 批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以及就是他今后的运程 朴旭俊呢 他是射手座 AB行学 射手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比较自由浪漫 然后无拘无束 有一颗孩童心 另外呢 就是他有非常好的异性缘 此外呢 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呢 就比如说他丢了重要物品 钱包啊 或者是很重要的钥匙啊 U盘呀 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呀 他都会就是几经周折之后 都会有好心人重新送还到他手上 这是射手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那么AB行学呢 他集聚了A行学的缜密 自恋 执行力强 同时又集聚了B行学的 就是艺术气息 艺术细胞 艺术才华 以及天马行空的思维 他集聚了这两种血型的叠加之后呢 那么在朴士俊身上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他很有思想 他对自己的这个星途呢 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接着呢 就是他还有很强悍的执行力 同时呢 他还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好的口碑源 其实呢 他 谈过很多次恋爱 然后每次就是他也不承认 就是他极力的否认嘛 就是每次被捕捉到 以及到分手 以及到现在的这个演艺历程 到现在的这个状态 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他的哪一任的女朋友站出来投诉他 或者是说他人品不好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分分合合的话肯定会产生一些矛盾的 但是呢 他在这方面呢 你发现他没有绯闻 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新闻 这就说明呢 就是他的情伤非常高 情伤非常高 这也是必行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接着呢 我们看这个朴旭骏的五行 他的五行中呢 活也很多 另外呢 他的贵人很多 贵人代表什么呢 就是贵人代表就是他在这条路上奔跑 他可以用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成就 或者是拿到他想要的 获取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呢 我对朴旭骏的这个星图呢 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他在之后的几部作品中 就是他完全可以冲到韩国男演员中一线的一个地位 接下来呢 说一下宋中基 宋中基呢 他是靠太阳的后裔大火的 大火了之后呢 他就跟那个宋慧桥结婚了 但是结婚之后呢 也就是一年多时间吧 两年不到 他又跟宋慧桥离婚了 目前呢已经离婚一年了 在离婚之后呢 他做了两件事 就是第一件事呢 就是换经纪公司 第二件事呢 就是推平了他曾经和宋慧桥 一起就是住的那个婚房 他推平了之后要重新再搭建 从这两件事呢 从这两件事呢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他的星途的这个运程呢 不是特别的太平 我们说一下宋中基 宋中基呢 宋中基呢是处女座 然后A型血 A型血的人呢 其实不太适合在演艺圈发展 为什么这样说呢 A型血的人呢 他的思维比较缜密 然后他的自控能力非常好 他的研发能力也非常强 其次呢 就是他的执行力也非常强 A型血的人适合做研发人员 然后适合做就是整个大的一个项目团队里面的一个员工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适合做老板手下的这种好的团队的经理 这个是A型血比较适合的一个工作 你看日本呢 很多人呢 他都是一个A型血 他整个民族呢 A型血大概占到了百分之九十 将近九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到日本呢 他的小发明特别多 那么宋忠基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宋忠基呢 他是成军管大学毕业的 接着呢 你从这个他的离婚事件中 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他走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 就是外界报道出来的 比如说他的绝情也好 或者是他很有力度的 甚至指向性很明显 指向宋慧桥有过错方的那份离婚声明 也好 你都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已经想好了 他就是要这么做 他不顾舆论 不顾自己的就是演绎的运程 然后也不顾经纪公司的想法 他甚至绕过了经纪公司 去来发这个声明 然后发完声明之后呢 就是面对宋慧桥粉丝的一些声讨 他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然后他依旧呢 就是接新戏 之后呢 他就飞往国外 还有呢 就是说他拒绝谈跟宋慧桥一切的东西 直至他把那个自己的那套婚房 价值五千六百万人民币的一个婚房 他产平要重新搭建 就是从这些举动中 你就会发现 他的思维非常的缜密 这样的人呢 其实他在演艺圈里面呢 他是没有太大的发展的 松中基和朴熙俊呢 他们刚好是一个就是相反的一个例子 他们有背道而驰的一个东西 他的相同性呢 就是他们都拥有一个 就是很俊俏的一个容颜 然后有一个高挑的身材 这是他们的相同性 他们的不同性是什么呢 就是朴熙俊呢 他有一张就是很有亲和力的娃娃脸 另外呢 就是他的情商和智商高呢 是被那个帅气的容颜 包装过的 就是被掩盖了 你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张很有亲和力的脸 其实呢 就是不要忽视 就是他不只有言 他还有智商和情商 那么这是朴熙俊 但是松中基呢 一眼就可以让人看出呢 他的智商很高 他的那张脸呢 就是因为结婚离婚 这一系列的事情吧 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他现在的容颜呢 不如他当初 那个出演太阳后裔的时候 那么帅气了 他现在呢 也在重整山河 以待呢 二次爆火 可是我对他的心图呢 一点也不乐观 我今天就把预测放在这里 就是松中基呢 他之后出演的任何的影片 以及就是他接演的任何的电视剧 他都不可能再掀起的二次波来 甚至就是连这种茶余饭后的就是声响都没有 就是这是我的判断 至于拿奖他更没有 但是宋慧乔的财运呢 一直会很好 就是宋慧乔的片约呢 会一直不断 比如说广告代言 比如说他的电视剧邀约和他的这个电影邀约 所以呢 就是宋慧乔的邀约是一直不会停止的 但是他此生不可能拿到任何的对于演技肯定的获奖的奖项 这是我的预测 但是我对朴旭俊的预测非常非常看好 我认为朴旭俊呢 就是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这个角色呢 都会致使他就是盆满博满 还有一个呢 就是拿奖拿到手软 这就是我的预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订阅和小铃 铃铛 谢谢大家